HELLO 大家好,我是LINE 今天我要來分享一款就是 偏以金箔為主題的金箔迷幻風格的彩繪 好,那主角就是如圖所見這個金箔 我們自己如果你有常在做美甲的話應該很常用到 可是它的使用的應用範圍比較少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今天會用它來做主題呢 是因為我偶然就是有一天在逛網頁的時候 看到一個很有名的品牌叫做紀凡希 那他們前陣子跟一個日本工藝大師推出一款新的口紅 那口紅的照片呢就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用金箔的概念呢 然後加上一些顏料去做一些很迷幻的暈染 有點像水染的那種感覺的包裝 那我覺得非常漂亮就是 如果把它拿來做應用的話應該很漂亮 好,那這個是它製作的照片 就是在金箔上面呢然後沾上不規則的顏料去做它的色彩的點綴 所以呢我覺得它很鮮艷那也還蠻符合就是 我們就是手邊有的那個金箔材料的質感 所以就是拿它來做衍生應用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做操作的部分 首先我是使用Memory的眼泡底膠 先來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好,那打底完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先做第一次的硬化 好,那底膠硬化完之後呢我們等一下會利用它上面的殘膠 然後要來貼上我們的金箔 好,就打開我們的金箔的部分 那我這邊手上就是這種一大片的金箔的部分 那我自己也有畫呢就是習慣先撕一些金箔 那大大小小的部分我們都可以先放一些上去 好,有點不規則的感覺 好,可以多試一些反正等一下用不到我們可以再裝回去我們的盒子裡面 好,直接呢我們就把我們的金箔放上我們的夾面上面 就是利用它剛剛前面底膠硬化完的殘膠的部分讓它附著上去喔 而且金箔就是很薄,所以它就是很好做服貼的動作 你可以 邊看然後邊決定你要擺放的位置在那邊 那這個金箔如果剛剛就是重疊的部分因為沒有殘膠的話它會有點掀開 這個部分的話我自己是會把它夾起來然後移到別的地方去 才比較不會浪費 其實這個部分還蠻隨性的就是看你自己要怎麼擺放 好,那因為我剛剛就是示範的部分的話 底的就沒有在上就是底色的部分 如果說你擔心就是等一下顏色上上去啊 它會有多餘的空隙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先薄上一層底色 那它就是不會跑透明的東西 就是透明的底色出來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有這種透明的感覺的話呢 就可以跟我一樣啊,就是保留它底色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讓它有一些透明底色部分做保留 所以我就不貼滿了 OK,那再來大家看一下就是它 這個部分有一點凹凸不平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種矽膠,塑膠的這種貼紙推棒 稍微的在表面上面做按壓 那我之前的話呢 其實沒有入手這個產品之前都是直接用手壓 可是後來就是有一些老師跟我分享啊 我們手上會有一些油脂跟水分的部分 其實都有可能會造成就是 呃,凝膠的變質啊 或是維持度降低之類的 所以呢,後來我就是 也去買了一支這個推棒 那如果我們有在做一些貼紙啊 表面上面不服貼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它 來稍微輔助一下 讓表面可以更平整 好,那大概 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再用底膠 將它 包覆起來 那使用這個金箔 如果你貼比較大面積的部分啊 其實就把它跟貼紙一樣的概念 就是 比較靠近邊邊角角的部分 其實你盡量不要貼到滿 那如果有貼到滿的話呢 你包邊就要做的確實 不然有可能會從那個 邊邊這邊跑出 就是空氣啊,進水 就造成你的 呃,凝膠就是不持久 好,那我們先上好一層底膠做 包膠的動作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進行硬化的動作 OK,那金箔的部分 我們貼好 並用 疊膠再做一次 包膠動作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 待會要用的有點 迷幻 就是水染感覺的彩繪 那顏色的部分 先介紹一下 是TALK的 32 33 然後 93 還有 121 跟Memory的 22 這五個顏色 那我們直接呢 先在我們的 調色盤上面呢 把顏色給放上去 這邊的話 顏色的部分 我們可以很 隨意的 給它放上去 這邊還蠻 蠻重要的 給大家仔細看一下 我們在調色盤上面呢 就可以先做一些 有點彩繪的概念了 比如說 綠色的部分呢 放到藍色裡面 再來 白色 我們讓它 在外圍的部分 在外圍的部分 再來是 粉紅色 再來 最後的 紅色 再來 最後的 紅色 這樣就有一點 那個 暈染的感 就是 顏色之間 那種 互相 重疊的感覺 那再來 我們可以用筆刷 稍微的 去帶出 有點那種 拉紋的 色彩 那大概 隨意的這種感覺就好了 好 稍微輕個筆一下之後呢 我們可以 很隨性的 大概選取一個部分 那我先 選取 下面這一塊 就是 五個顏色都有的區塊 刮起來 放上我們的 筆刷上面 那在 有一點 空隙的部分呢 其實看你自己個人 隨意想要 把它的色塊 放在哪裡 那我們可能就從 左上開始 把顏色呢 把顏色呢 可以抖到我們的 夾面上面 那在我們的 隨意拉取部分呢 它的顏色就會 從筆刷上面 掉下來 就會有這種 很隨意暈染的感覺 那如果不夠呢 我們可以再隨性的 不規則的 加上去 那記住喔 就是 畫面的部分 我們中間已經 放好顏色的部分 就不要再去 重複刷取 不然它就是會 有點髒髒的感覺 好 那現在整體看起來 粉紅色好像比較少 再加一些 粉紅色的色彩 邊邊如果你覺得 有空隙的話呢 就可以 稍作填補的動作 或是保留也沒有關係 好 那這種 有點隨意隨染的感覺 的彩繪呢 我們就是 不要太多 就是大概 讓它大概跟金箔有一點 呃 就是都各出 各顯示出 一部分出來就好 讓畫面比較協調 好 差不多之後 我們 檢查一下 表面沒有太多 然後 凹凸不平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做 硬化的動作了 OK 那現在我已經也上好 TOP 然後來完成這一款 迷幻 金箔風格的彩繪了 好 那我先 拉下來 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一組的感覺 這邊我已經有先做好 一整組 那一樣的配色啊 你可能在筆觸 筆刷放置不同的話 它就會有不同的 效果出來 那下面這四款大的呢 我是按照他們 今年初的這五款 顏色呢 去做搭配 打開一下 大概是這種顏色的色彩的感覺 去做出不同的款式出來 那我自己就是覺得這個 唉唷 跑掉了 讓我移動一下 好 我是覺得這個感覺 非常的特別 那手法的部分呢 也很簡單 大家如果就是 顫手的話呢 你就可以做很多不同顏色的運用 好 那像 這邊的話呢 這一款 這兩款比較特別 是這一款的底呢 我是打銀箔 然後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 對不起我剛剛 就是有一點奇怪的音跑出來 這一款的底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金箔 但是它比較偏白金 嗯 是我在 上完金箔之後呢 我加一點就是 比較 透的 乳白色 去做 疊色 讓它整個顏色呢 會再淺一點 之後刷上就是 粉紅色跟 粉紫色 還有 正常顏色的金箔上去 就可以創造出 各種不同的質感 那銀箔的部分 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再來紫色的部分的話呢 我是上好紫色部分 在它的紫圓跟紫尖的部分 再去疊深色跟淺色的顏色 讓它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再來就是 疊上金箔之後呢 我們再拍打一些紫色 不規則的紫色上去 讓它有一個深淺不一的效果 那 黑色的部分就比較簡單 我們在黑色底色上好之後 一樣不規則的 簡單的放上 沒有很滿的金箔上去之後 再帶橘色跟紅色的線條出來 就可以完成這個一組的感覺 雖然說 手法都不同 它又跑掉了 手法都不同 但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 都很特別 那大家就是可以 應用其中一個小技法 或是小小的改變呢 去讓它整個會有更多不一樣的呈現方式出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就是能夠在生活中 就是多多尋找一些靈感的部分 來做創意發揮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